大家好,我是林子 今天买了生姜 给大家分享一个特别养生的吃法 一起来看看吧 洗干净之后,我们将它放至案板上 老话说得好 冬吃萝卜,夏吃姜 不用医生,开处方 这个生姜的作用真的是老大了 所以我们要多吃一点 然后我们再将它切成薄薄的厚片 我今天用的这种是小黄姜 如果吃不了这么辣的 可以选用紫姜 这个皮是不要削掉的 带着皮一起泡,作用会更大 切好之后,给它放入一个大一点的碗中 然后往里面加入一勺食盐,一勺白糖 充分地给它抓拌均匀 然后腌上40分钟 现在看一下我们的生姜也腌软了 先搓一些水分 然后我们再找个纱布,给它拌一下 像这样处理好之后,我们先给它放一旁 接下来我们熬过料汁 锅里面加入100克生抽 100克的橙醋 50克的冰糖 两个八角 有一把花椒 开大火,给它煮开 最后加100克的橙净水 开大火,给它煮开 像这样煮出香味之后,我们将火关掉 让它自然放凉 我们准备一个保鲜盒 把几干水分的生姜全部倒进去 再把放凉的料汁全部倒进来 一定要把这个生姜充分的泡在汤汁里面 这样可以更好的入味 然后给它扣上盖子 粘上一天就可以开吃 以前记得奶奶就经常讲 女孩子要多吃粗泡生姜 好了,如果你也喜欢吃生姜的话 一定要试试这个做法哦 今天的视频就分享到这里了 谢谢大家的支持 我们女性朋友 在不舒服的那几天 可以吃上几片 真的特别的舒服哦